机舱内乘客防护衣包紧禁 全副武装超高规格 就是担心机舱感染 搭飞机成了冒险 为了让旅客更安心 意大利飞行座椅公司 推出了两款防疫座椅设计 想借此杜绝病毒传播 仔细看 座椅除了前后方向交错相反 人与人之间加装隔板跟隔壁的乘客 彼此互不相见 另一款则在以备加装类似罩子的设计 来保护头部的眼耳口鼻 阻绝飞沫喷溅 不过这样的新颖设计 看在专家眼里价格与可行性 似乎有待商榷 认为在飞机上高速高压 而且要防艳的状况下 每一个航财 它的这个价钱都是暴升1000倍以上 飞机上一般经济舱的座位 它就要达到60万兆子 或任何其他的设备 都也要符合安全逃生的规范 机舱设计一切以安全为优先 向第一种座椅向后的设计 不只要重新测试 国际上也非常罕见 另外隔半也不能妨害 黄金90秒的逃生动线 隔半材质还要通过耐燃与撞击测试 光审核过程就至少要半年 让人家比较安心一点 没有效果还是不敢搭 也没有防护到很完整 飞沫的话还是可能会传出人 合作之间的挡板 它可以暂时阻绝所谓的飞沫的喷剑 天岛的话基本上意义没有说那么大 抢救航空业 相关业者也想尽巧思推陈出新 但这些创意恐怕是噱头 大于实际可行性 这是鲁翔翠天台北采访报道